下面我们可以再去准备一个空白的小程序的项目 打开这个仓库的地址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仓库的地址 再打开系统上面的命令和工具 进入到我的桌面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小程序的项目 输入git clone 后面加上复制的那个仓库的地址 重新再给它起个名字 叫它wxappwordpress 进入到这个目录的下面 这个项目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去把项目切换到一个特定的标签上 标签上是V1.0.0 再用编辑器打开这个项目 这里我用的是ITEM编辑器 然后再打开微信的开发者工具 选择小程序项目 创建一个新的小程序项目 再去复制一下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小程序的ID号 回到开发者工具 把它粘贴过来 设置一下项目的名字 微信appwordpress 再找到项目所在的目录 为止呢就是桌面上的这个wxappwordpress 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一开始 克隆的一个空白的微信小程序项目 再确定一下 下面我们再去为小程序项目呢 去做一下版本控制 回到命令号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状态 先把目录下面的.get这个目录 给它删除掉 然后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去初始化 一个项目的仓库 添加所有的修改 再去 commit一下 然后打开gethub网站 去创建一个新的远程仓库 名字是wxappwordpress 再描述一下 小程序的wordpress应用后台 创建一下这个仓库 复制一下这个添加远程仓库的命令 在我们的命令行的下面 去执行一下它 再把我们的项目 push到给它创建的这个远程仓库 回到项目的远程 刷新一下 这里会出现我们push上来的这个项目 在课程里面 我对项目做的修改都会push到这个仓库 到处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